你在我跟前干嘛呀你啊 一会儿踩到你 快走啦走啦 走啦走啦回家 这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 然后这里面一共是16袋子宝米 都被浇湿了 然后晾一晾 今天抬过重物之后 就是胳膊还是比较疼的 然后胳膊腕疼 爷爷可能也是心疼我们了 然后找了一个车 但是不太好用 他们现在正在修呢 准备要拿到二叔他们家 去重新焊一下 起开一会儿踩到你了 板倒是还行老公 咱们就是带子立起来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 还要焊横梁啊 这回来兜一下子 兜一下 兜一下 兜一下带弯的 带弯的 往里握的吧 这爷俩真能研究 江南今天上午去二叔那 把那个电焊机拿回来了 然后我们家这个车 原来是直接折 铁板折的弯 然后现在已经开汗了 然后我拿胶布给粘上了 没粘住啊 看好多稻草 还有玉米面 重新带汗一下吧 家伙事准备齐全 现在开汗呗 现在开汗呗 不想我这么紧张 还有我服务了 现在焊好了 来吧 展示一下 还有管吗 咱家还有管吗 有管就跟他再加一根 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 看 这两边重新焊了一下 那边 然后准备在这个位置 再加一个管 再加一个管 平时我们运那个玉米 一袋一百多斤的玉米 然后也比较方便 不那么累 要么两个人抬也太累了 不用再往下点吗 哎对 差不多 我还能够 那崩起来的是铁屑吗 有一点铁屑 你在这样弄 下回我给你弄个面具啥的吧 我感觉好危险呢 干活是人干 干了 我家万能小王上线了 行差不多可以 慢点点手上 我拿脚给你顶着呗 那不烫你脚丫子吗 那你拿啥 拿啥 烫我脚丫子 行吗 我拿脚顶着 行吗 刚才没烫好 现在得重新来 现在这里面江南也都烫好了 然后这样的话时间长也不会坏掉了 走吧 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个车 你用过这车没有 我没用过 我见咱爸用过这种车 对 咱爸那有 那这个前面有点转 那那个板呢 转炸炸蜜接一个 接一个长点的 揚环琴一翘就行了 哎呀洒了洒了 哈哈哈哈 不行那让袋子口不不给他固定住了 袋子罐太满了 袋子罐太满了哈 行知道他好用就行了 下次咱们就不用两个人抬了吗 一个人那个你也能整动我也能整动 再低一点好吗 但底下再来一层没 那我给这腻一点 那也可以也行 行通过在就是失败中总结经验 然后及时的驾驭改正 哈哈哈哈 我们已经做好了 下次就可以用这个车来扛玉米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是双双 关注我吧